我竟然重获新生在婚礼交杯酒的前夜 凤霍君身着一袭鲜红如火的长裙 披上美丽的霞佩 显赫的头上顶着紫金凤冠 他那绝世的容颜上闪现着些许困惑 这究竟是重生还是黄粮一梦 他有些茫然 一个时辰前 他和叶灵天刚刚圆满完成婚礼 然而对方居然在交杯酒中给他下杀手 几乎在修为全然消散之际 凤霍君以生命相搏 反手了结了叶灵天 可没想到 他却因为同样的毒药不幸丧命 如今竟然又重新站在了这世上 上天又给了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叶灵天 我曾倾心于你 即使在你最低谷的时候 我也选择来到你身边 全力以赴帮助你 凤霍君低声弥谈 瞬间双手紧握 眼神坚定 当你励志争夺皇位之时 我更是毫无保留地为你扫清障碍 稳定全局 助你开创大业 只盼能得到你同样的回报 却不曾料想会等到一杯致命的毒酒 你这颗心还真是无情啊 原来我凤霍君有眼无珠 看错他人 但这一次 你必定无法如愿 我会让你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凤霍君眼中毫无情感 森冷的杀气四溢 大殿周围的温度急剧下降 仿佛要凝结成霜 他从容地从柜子里 取出一把精美的匕首 将其藏入袖中 随即面无表情地朝门外走去 心中莫名的惶恐 叶灵天眉头紧皱 按照传统 这时他本该前往凤鸾宫 和凤霍君共享交杯酒 然后共度凉宵 然而他心中抗拒见面这个女人 轰弱 突然之间 一阵惊天动地的雷声 滚滚而来 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肯定有事发生 赶紧逃 叶灵天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然而 在他即将离去之际 突然看见一位头戴凤冠 身披狭配的绝世佳人 缓缓走近 他体态恶挪 腰肢纤细 玉腿修长笔直 食指如丝 全身肌肤白皙无瑕 宛如一块凝质般的美玉 在那一袭红裙的硬衬下 更加显得妖娆动人 一头绣发乌黑如铺 光滑柔顺 精英的耳垂 挂着一串金色的吊坠 带眉弯曲四月 精致至极 一双丹凤眼中闪烁着光芒 充满无尽的魅力 看着就让人心生敬畏 高耸的鼻梁 鲜红的唇绊 好齿如月 妩媚 高贵 端庄 大气 进阶汇聚于此女的身上 叶灵天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凤霍军 不由自主地失神 此女芳华绝代 倾国倾城 虽然她身为现代人 见过的美女如云 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媲美 然而 越美丽的女人往往越危险 叶灵天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 她微微一笑道 霍军 您怎么过来了 身着盛装的凤霍军 走进叶灵天 温柔地说道 尊贵的夫君 我们应当供饮浇杯美酒了 您却一直未曾动身 因此 我急忙前来此处迎接 哦 对呢 喝浇杯酒 在这里同样可以敬想此景 叶灵天汉手 便要伸手 聚取桌上的美酒 然而此时 凤霍军眼中 悄然闪过一丝坚决的杀意 手中的匕首 在瞬间快速刺出 刺了 鲜血飞剑 匕首刺入叶灵天的胸口 叶灵天的身体一阵颤抖 她的瞳孔紧缩 晕眩的感觉涌上心头 全身的力量 像是被瞬间抽空 眼前一阵模糊 险些摔倒在地 你 叶灵天艰难地抬起手臂 指向了凤霍军 她的脸色非常难看 无法理解 为何对方在毒药尚未下毒的时候 就选择对她出手 这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难道这是穿越触发的蝴蝶效应 让剧情发生了变化 然而 最终的结局似乎并未改变 凤霍军迅速地将戴血的匕首拔出 她嘲讽式地盯着叶灵天 冰冷地道 黄泉伞的味道如何 不用担心 现在的你 只会失去所有的修为 稍后你将会感到心如刀脚 肝肠寸断 您这个疯子 叶灵天愤怒地开口 哈哈 说得好 我此刻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疯狂之人 但是你这愤怒的模样 实在让我愉悦至极 凤霍军畅快地笑着 她伸出一双玉手 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 叶灵天看着凤霍军如此得意 心中感到极为不满 凤霍军冷淡地道 黄泉伞的毒性 并不会马上转移到我这里 如果您 现在愿意跪下求我 我或许可以 让您少受一些折磨 如今的叶灵天 已经无法再说话 她无心理会 这个疯子一般的女子 她紧咬着牙 艰难地向大殿外面走去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 就要面临死亡 至少也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或许在这次死亡之后 她就能够再次回到家乡 请您走吧 最后再看一眼您的江山 不要留下遗憾 站在一旁的凤霍军 冷笑着说道 她并没有阻止叶灵天 当叶灵天离开大殿之后不久 她只觉得全身疼痛难忍 脑袋沉重不堪 脚底突然踏空 似乎坠入了一潭深水中 叮 检测到宿主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现在立即为宿主 绑定长生抽奖系统 绑定成功 宿主 叶灵天 修为 先天出气 功法 大洲帝王诀 提示 本系统为长生抽奖系统 需要使用长生印作为引导进行抽奖 为了让宿主变得更加强大 您需要寻找更多的长生印 她终于来了 叶灵天兴奋地喊道 系统救命 叮 检测到宿主身上有一枚长生印 可以进行一次抽奖 宿主是否愿意参加抽奖 在此时参加抽奖 将额外获得新人赠送的三连抽 臭 叶灵天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叮 四连抽即将开启 恭喜宿主 获得琴棋书画全通 恭喜宿主 获得百毒不清的体质 恭喜宿主 获得过目不忘的本领 恭喜宿主 获得功法推演的能力 奖励已经送达 我已经拥有了百毒不清的体质 黄泉伞这种药物 又怎能伤害我 叶灵天察觉到 身上的黄泉伞之毒 已经没了 不禁有些兴奋 突然 一阵恐怖的撕裂感袭来 他只觉得浑身刺痛 然后便失去了意识 哄 一阵轰鸣声响起 凤霍军脸上的笑容 消失不见 他默默地看着桌子上的酒壶 神色失落地说道 叶灵天 你明知道我爱你已经入骨 你若猜忌我 我完全可以离去 又何必这样呢 当匕首刺入叶灵天胸口的时候 他非常的畅快 有种大仇得报的感觉 但是当叶灵天死亡的时候 他却感到莫名的失落和迷茫 一时之间 他似乎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有种莫名的疲惫和厌倦 他拿起酒壶 轻轻松开 碰 酒壶掉入地上 酒水飞洒 嗯 凤霍君眉头微醋 因为这酒水入地 并未腐蚀地面 酒水无毒 怎么会这样 凤霍君神色一愣 难道是叶灵天 还未来得及下毒 霍君 一道复杂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身着黑色长袍 剑眉心眸 长相俊美的男子 进入大殿 他名为姬城 大周天侧侯 手中掌握百万雄狮 上一任大周帝王失去后 他本有实力反叛夺权 但他却选择臣服凤霍君 让人费解 都看到了 凤霍君淡淡地说道 姬城叹息道 看到了 他坠入鸣泉池 被绞成粉碎 我从未想过 你会对他出手 他实在想不通 凤霍君爱夜临天入骨 为何会对其下手 凤霍君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他缓缓开口道 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说过 自己想要当大周的帝王 现在你可以如愿了 姬城摇摇头 满眼柔情地说道 你知道我的心意 在江山和你之间做选择的话 我始终会选择你 凤霍君伸出手 阻止姬城继续说下去 他淡摸道 此事不用再说 我现在想要静一下 你现在就去准备 大周不可一日无主 姬城神色黯然 却还是微微抱拳 将一封书信递给凤霍君 这是夜临天 坠入鸣泉池前掉下来的 凤霍君随手接过书信 姬城转身离开大殿 拆开书信 凤霍君看着上面的内容 下一秒 却是身体一颤 脸色变得无比苍白 整个人瞬间瘫软了下来 信中只有一段话 江山如画赠于青 我欲离去 望君珍重 原本夜临天打算离开王宫 便写下了这封词别信 可惜还未来得及拿出来 凤霍君便来了 夜临天 凤霍君发出一声惊慌之色 眼泪瞬间流下来 他连忙往大殿外跑去 殿外 姬城愣了一秒 凤霍君根本没有理会他 立刻沿着一旁的血迹 奔向不远处的一个水池 水池还带着几分星红 没有犹豫 凤霍君便要 跳入水潭之中 姬城脸色一变 立刻将他拉住 你要做什么 凤霍君神色麻木 瘫坐在地上 他抱着膝盖哭泣道 夜临天 你这个骗子 你为什么要骗我 呜呜呜呜呜 这一刻 他已经分不清 到底是自己重生 还是之前的事情 只是自己的一场梦 若只是一场梦 一切都是虚幻的 不过是他一厢情愿 而他却杀了现实中的夜临天 因为一场梦 他杀了自己最爱的男人 钻心的疼痛感袭来 凤霍君瞬间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昏倒在地上 霍君 积成神色巨变 外界 一座神秘山谷之中 此处为罗网一个隐蔽据典之一 一位身着黑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随手伸出 一只信鸽飞入他的手中 他随手取下信鸽脚上的纸条 翻开一看 目光顿时一凝 怎么 一位戴着面具的神秘人走了过来 黑袍男子陈音道 今天是天门十年一次的考核 这姑传来天门地形图 效率这么高 此图会不会有问题 神秘人有些惊讶 天门的地形图属于极为核心的东西 按理说 不该这么快就弄到才对 黑袍男子神色怪异地说道 此图出自那废物三公子 这姑寻了几个地方 发现地图都可以对应上 神秘人道 如此说来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天门此番考核 注意力都在那边 我们就来一个出其不意 这样也好 探探天门的底细 黑袍男子思索了一下 道 不用太过乐观 天门之人 没有那么简单 否则的话 我们也不至于多年以来一无所获 现在这图这么轻易就被我们得到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保险起见 我觉得 还得继续观察一下 既不可失 若是等考核结束 我们即使拥有地图 想要出手 也非常困难 神秘人微微摇头 黑袍男子略带陈寗 点头道 你说得也对 不过做事情 还得谨慎一些 此番便由你带领一百人前去 一旦情况不对劲 便立刻撤退 放心 神秘人回了一句 瞬间消失在原地 肃静 广场上 一位长老开口 众人瞬间安静下来 这位长老沉声道 第二项考核内容到底是什么 到时候 等你们进入密地便可以知晓 在此之前 我需要说一些事情 第一个事情 考核之中充满凶险 切记不要抢求 否则容易丢了小命 第二个事情 考核最终地 有一些天门给你们准备的奖励 若是你们能够走到那里 并且顺利将东西带走 那便是你们的机缘 众人一听 顿时眼睛一亮 听闻天门神兵天问剑 就在考核最终地 可惜这么多年来 从未有人能够将其拔出 若是我等运气好 拔出了此剑 那真的是天大的机缘 天问剑 大家就别想了 那柄剑 根本不可能拔出来 不过 大家可以夺取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仙天丹 仙天丹 竟然还有仙天丹 不错 考核最终地 有一颗仙天丹 此丹功效逆天 非常罕见 天地间 唯有天门可以炼制 九品五者服下 可直接踏入仙天境 而仙天前三境强者服下 也可提升一层修为 众人激动地说道 天问剑 他们不敢去想 但是那仙天丹 他们倒是可以争夺一下 而且在考核之地 可不单单这两样东西 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好东西 就看他们能否将之带走了 仙天丹 夜无牙眼中 闪过一道幽光 他的修为卡 在仙天巅峰有一段时间了 若是能够夺得那颗仙天丹 或许不能让他一步 踏入宗师之境 却可以增加一些 他踏入宗师之境的待遇 所以 那颗仙天丹 他势在必得 夜如风和夜青舟 也是如此想法 无论如何 这一次 他们必须要夺得仙天丹 现在所有人随我前往密道 长老说完之后 便带着众人离开这里 一会儿后 众人被带到一座大山之下 此处共有十二道石门 每一道石门前 均有一位实力深不可测的侍卫 接下来 便有此处的侍卫 带你们进入密道 那位长老开口 轰轰轰 石门全部开启 所有人 立刻跟上我等的步伐 每条密 倒入二十人左右 一位中年侍卫沉升道 十二位侍卫 往密道中走去 众人快速跟上 进入密道后 四周一片漆黑 侍卫手持火把走在前面 移住相后 护卫停下脚步 默然道 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继续往前摆米 将会抵达你们的考核地 接下来助你们好运 说完之后 火把熄灭 侍卫转身离去 引入黑暗之中 大家冲啊 众人兴奋地往前面冲去 对于接下来的考核 充满期待 夜零天四人 不急不缓地走在后面 清城 你擅长机关 可发现 刚才我们进来的密道 有什么断捏 夜零天四漫不经心地问道 苏清城摇头道 公子 密道之中 太过昏暗 我并无特殊发现 夜零天清语道 考核密地 是天门的禁区 只有考核时期才会开启 刚才我们所走的密道 其实暗藏诸多杀戮机关 哪怕是宗师级强者 若无人领路 一旦触碰机关 便会瞬间尸骨无存 西年曾有一个宗师镜的罗网刺客 想要窥视天门密地 结果他刚踏入密道不久 便被机关阵搅成一团肉迷 岳扶摇三人一听 心中一宁 可惜此处太过黑暗 不能看到他们的脸色 夜零天见三女没有说话 她的嘴角露出一抹玩味之色 三女君有小算盘 她可得警告一下 不然到时候 他们悄悄摸进来 被直接弄死了 她就亏大了 走了百米之后 一阵光亮传来 众人走出密道 入眼的是一片森林 看起来有一些迷雾 视线有些模糊 此刻 二十多位天门的弟子聚在这里 他们小声交流 迟迟不肯往前 情间家疑惑地问道 公子 天门的考核内容 每次都会变换吗 我怎么感觉 大家似乎都不知道 这次的考核内容 正常来说 若是以往天门有过考核的话 一些内容肯定会提前传出来 但是看天门这些弟子的脸色 他们似乎对于考核之事 也不怎么了解 这就让人有些不解 除非考核内容随时在变化 要么就是 天门有严格的要求 不允许透露考核之地 所看到的东西 叶灵天轻轻点头 你说的不错 天门的考核的内容 确实每次都会有所变化 虽然每次都会变化 但是核心却不会改变 很少有人知晓考核的内容 其实关键就在于 眼前这片森林 森林之中的迷雾 其实是一种不误 若是吸入太多的话 会让人陷入昏迷 醒来之后 便会忘记所看到的一切事情 按照以往的情况 250人参加考核 估计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 可以进入下一关 一旦踏入第二关 无论考核结果如何 都会被严格要求 不允许透露所看到的某些东西 谁敢违背 便会受到残酷的门规惩罚 这迷雾似乎有毒 大家把我之前给你们制作的面纱戴上 苏清成沉吟道 叶灵天等人 各自从怀里 取出一块面纱戴在脸上 这块面纱 染了一些特殊的熏香药液 有臂毒之小 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们看的地图吗 叶灵天小声问道 三女轻轻点头 那份地图之中 便有这片森林通道的标注 叶灵天道 接下来清成带路 好 苏清成没有犹豫 立刻在前面带路 叶灵天走在最后 他看着眼前的女子 眼底深处藏着一抹诡异之色 他既然拿出地图 肯定不会暴露天门的一些秘密 这片迷雾森林 其实蕴藏着多条路线 每条路线都决定着 后续的考核难度有多大 他选择的这条路线 属于迷雾森林十大路线之中 最为凶险的一条 这条路线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在机关的加持下变换一次 今天之后 路线将重新变换 即使有地图 接下来的路线依旧凶险无比 迷雾越来越重 随时都藏着机关暗器 一个不小心便会致命 不过苏清城却是有点东西 每次都能根据地图 预判出大部分机关暗器 若是预判失误了 岳福瑶也会出面解决 他虽然都在隐藏真正的修为 但并未全部隐藏 展露出先天巅峰的实力 这让秦坚家和苏清城 又是一阵惊讶 显然没有想到 岳福瑶竟然是如此高手 他们还以为岳福瑶 只是一个普通的侍女呢 天门之人 果然都不简单 随便一个侍女 似乎都深不可测 秦坚家和苏清城暗自道 半个时辰后 四人成功走出迷雾森林 第一关过了 叶灵天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若是让他来过这第一关的话 自然没有丝毫难度 不过这样一来 暴露的东西就太多了 此番将三女带进来 他要做的便是混淆视听 将外界的注意力 都放在这三人身上 公子 前面有个亭子 岳福瑶看向前面 千米二十米之地 有一个小亭子 周围的环境非常美丽 小桥流水 树叶金黄 亭子中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正在对着棋盘发呆 叶灵天带着三女走过去 他懒散地问道 老头 第一关我们已经过了 第二关的内容是什么 岳福瑶三女也有些好奇 第一关他们已经过了 那么 接下来的第二关呢 他们的目光落在那位老者身上 神情有些凝重 那位老者的实力 似乎非常强大 让他们感受到了 莫名的压力 白发老者闻言 眉头一皱 他抬头看了叶灵天一眼 冷声道 小子 有没有礼貌 实乎我老头子也就罢了 竟还敢打扰我下棋 活得不耐烦了 叶灵天道 你一个人下棋 有什么意思 只要你告诉我 第二关的考核内容 我便和你对异一局 本公子的棋异 天下无双 你要和我对异一局 白发老者眼中 闪过一丝兴致盎然 当然可以 叶灵天充满信心地回应道 白发老者立即表态 那就好 只要你能够战胜老夫 老夫必定告知你 第二关的考核内容 叶灵天顺势 将勤奸加拉至身前 然后让他坐在十凳上 老先生 请您先行 与他对异一局 只有在赢得了他之后 您才能有资格与我较量 白发老者瞥了一眼 愤慨地怒斥道 难道你小看了老夫 叶灵天淡然地道 并非小觑 只是因为我的实力过于强大 恐怕和您对决之后 会使您从此不再愿意接触象棋 这是我为您考虑的 小伙子 你竟然敢 我要 对决定